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市攻略這個環節 這一節有Rafi跟我們聊天 Rafi會為大家解答股票上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他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204-6566-204-6566 又或者WhatsApp去到6374-4502 Rafi事不宜遲 晚上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喂 你好 是不是陳先生呢 喂 聽不聽到呢 陳先生 聽到 聽到 你好 早晨 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Rafi 我要問215 因為我還沒有貨 是 想說進入的 但是我早前看到他在印度說是告他的 問我看看這個有沒有問題 還是能不能進入的呢 或者是什麼價錢可以進的呢 好 那陳先生呢 就是想問215 和機電訊 他現在暫時在報2.8.8 陳先生就想問問你 現在還沒有貨的 想知道什麼價位可以進入 或者是能不能進入的呢 Rafi 我覺得你說215 如果未來再調整多一點 都可以偷偷一些位置去撈一撈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方面其實以他近期來計 其實反覆都是嚇死不少 跟高位來說3.22元來比 現在都會調了一段水位 而再加上其實215 特別是今月初回來之前 大家如果記得都知道 之前說出售股網那個電訊業務 其實就月初回來都通過了 後來就真的會著手出售 而之後反而看就是看他會不會派特別息 但公司都說過不排除會做這件事 我也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雖然我當一旦宣佈這些因素的時候 有機會到時是再炒一炒上是不奇怪的 再加上近期其實大家都知道 雖然你說本地的一些流動電訊商 競爭是大的 間間都減價過些月費 大家如果有留意近期消息 新聞也是 但是另一邊商近期都有新的炒作 我覺得特別是蘋果那邊 都有新iPhone 接下來都會出機等等 變相這些因素都有機會 可能再炒一炒一些各別的電訊股 即是本地那邊 所以如果你在未來再調整一點 可以再炒一炒 特別以短線來說 看2.5元這個位置 如果你是去2.5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入市 到時上面來說 起碼看上3元樓上 即是到時破到這些位置再看高一點都可以 而下面 我覺得上面你自己慢慢再定也可以 但反而下面 如果你擔心2.5元入了之後 而現在的價格再下 我可以穿2.7元 考慮止市 所以就算上面的目標不定 也可以 但下面來說 穿2.7元 我覺得考慮走一走 好 那Marvi定的指市 就是2.7元 接著我們再接聽 第二位家庭觀眾 你好 是否孫小姐 你好 你好 早晨 有甚麼股票問題想問Marvi 我想問一下一個1097的 是 可能是2.3元入 2.3元入 可能這個股票是否可以繼續 去全有還是怎樣 我可否現在先進去 好 好 好 孫小姐就是想問有線 就是1097 今天就在升至少少 升至2.5元 孫小姐的賣入解是2.3元 最近有些消息 就是通訊局批准了永昇 入股有線寬頻 星期五開始 董事會就會改造新校 Marvi 你又怎樣看這股份呢 當然 暫時來說 有機會稍為市高一點 因為特別 近日都受到永昇入主 正式獲牌 通常批准了 變相都搞定 就是初步搞定了 而接下來 都重組了 裡面的董事會 各人的東西 變相有機會是 短線有些炒作空間 但是你說這股份 可否再持久一點 或者再持久一點 或者持久一點 我自己就說真的 一般般 因為其實最終 即是 就算這一刻 永昇入主了 是解決了短期 有線寬頻 或者有線電視的問題 但是之後走下去的步伐 究竟是怎樣呢 或者是否真的成功呢 或者是怎樣方向呢 這個是有很多變數存在 所以我這樣說 未算是太大的一個直播空間 讓你開得太久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短期再考一考 而好就好在 你的抹位來講 都真的蠻漂亮的 兩毫三指 剛剛應該是這一兩日低位 讓你罵得到 差不多最低最低兩毫二 那你都兩毫三指罵的話 其實算是買得不錯 所以一來現在有兩格的未來 我覺得不妨可以再開一開 就算你不看多 或者不所謂不貪也好 上面來算 起碼買兩毫八這些位置 短期試到兩毫八 我覺得可以考慮去到食屋離場 而反過來在下面來算 以日前低位兩毫二 做一個指示 如果假設村兩毫二指 跟你買入價比都是輸一格 到時你才走 我覺得都不是輸得太誇張 所以你可以訂兩毫二做指示 而上面來算 起碼買兩毫八樓上 才找位去食屋 好啊 接著再聽第三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喂 你好 是不是李小姐呢 哈囉 美女 早晨 早晨 哈囉 阿Wafi 兩位好 阿Wafi 我想指教你 那隻賭業股 27日就破了頂 我沒有貨的 1928日就未破頂 我便想收回一些位置 買車小 你見到我什麼位置買 同時另外一隻 那隻沉版 13條8 那隻我12元買的 那不用設置賺位 麻煩阿Wafi教我 麻煩你 12元買嗎 是呀 那隻沉版 是呀 好 好啊 我們先說了一隻金沙 1928 李小姐呢 想問一下 哪個價位可以入呢 因為見到銀魚辣27日都破了頂 金沙會不會有機會可以破頂呢 其實這樣說 我覺得這樣的 所謂叫做推敲 或者是想這樣買 其實是對的 你說整個的看法 說真的很多顧 其實一向自己都看得不差 而以個別來說 不要說這隻銀魚 可能永利這些 一直都反覆在試頂位 但是偏偏這隻金沙 是真的落後的 即是未試到那個高位 未破頂的 所以我依反這個 推斷整個架設 令大家覺得 整個賭業股 還有得升的 其實金沙所謂追 追回這一陣 其實是對的 我覺得都合理的 這樣估法 但是你說這一刻 是否立刻上車呢 說真的我覺得 又不用太急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一點 就是很多時候很多股 如果說真的普遍有炒作 很多時候都是些月頭月尾 出數據的時間 或者好像上一次 突然間大事件 即是打風這些 才會有大一點的炒作性 不論去上下也好 但是平時來計 可能會是慢慢升下 或者不是太大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刻來計 特別現在都月中 其實就有少少沒什麼炒的 我覺得有機會 所以反而你可以等 當這一陣 可能譬如銀魚 其他很多股 都升完了 慢慢下來之後 如果到時時間是配合的 剛剛差不多 接近月底的時間 到時你才撈金沙 會好些 我覺得可能接下來 出九月份的數據是不錯 有這樣的炒作 所以現在不用太急 立刻現價去追 或者立刻買進去 而且這回走勢上去說 雖然它叫未破頂 但是它在這些位置 其實都有點尷尬 因為三十七百元這些位置 拉過去看 都是大約六月 四月 幾次這些頂位 都未叫到去年那些高位 但是今年的頂位 都試了幾次 那現在是不是很硬正 或者真的很破得倒 要再看一看 所以我覺得你不妨 如果真的撐它 整顧一下先 去回大約十天線 大約三十七個二這些位置 才部署一下 如果到時這位進入之後 看看可能給它短線 看回到四十元樓上 做短期目標 而下面我覺得 只要不穿大約三十五個半 其實問題又不是太大 好 Rafi覺得可以再打一等 再等它整顧一下 可能三十七個二這些位置 才會再入市 另外還有一隻 李小姐 就是一百八百 見韜即陳版 看到今天股價都表現偏遠 我補十四個三豪八 跌一豪二先 Rafi 你又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如果以這隻 你十二元有的話 一來帳面上一賺兩個幾 其實就是一個不錯的利潤 如果以這樣計算 其實處理上比較大眼性 而二來以這隻來說 其實接下來十月中 都會除淨中期息 其實今次中期息都不錯的 那個壓度都成三十二點六線 似乎都有一些幾吸引的一個收息因素 所以無論息也好 價也好 你兩樣都有機會賺到 我覺得就不用這麼心急落車 可以保持一保持 甚至乎過除淨 下一個收息條件 你才考慮找位置 我覺得如果以現在這個價來說 到時除淨又不是這樣計 但現在來計 只要這一刻 我覺得這條十天線不失手 向上加局沒有太大改變 反而可以保持它 然後以上面來說 看看可否的收息之餘 到時的價格 以大約十五個半 做一個目標價 好 接著電話旁邊 還有一位家庭觀眾 你好 是不是朱小姐 你好 亮環 你好 早安 朱小姐 有些什麼股票想問 我想問安鋼和安徽海螺 三四七和九一四 我已經在香港很高位 在金螺海之前二十四個月 加入了兩手 好像四千股 一直持續到現在 現在民望上升 我想問你給的意見 我繼續持續持續持續 還是趁有高位放了 再低位再買 再補回它 還是拿錢買另一隻股 是 是 是 好 大隻海螺 914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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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個半入 嗯 27個半 我想問你給子彈找我 沒問題 好 好 我們首先說了三四七 先說了安鋼 朱小姐說自己高位入 就想問一下Rafi的意見 應該怎樣部署好 怎樣處理這隻股份好呢 如果二十幾元買 你都說海嘯錢 計算現在都差不多 十年 說真句 你說當中落過去 可能兩個多三個多 都沒有說走到 也有一定危價的能力 說真句 如果變相這刻來講 雖然都升了不少 但都只是七個多 跟你二十幾元來計 都還有多遠的距離 所以你現在走不走呢 我覺得如果這樣說 你的錢還不是急著要套現 或者急著要用 不妨再開一開 起碼彈多些 才是減磅或者走人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在今年底前 或者下年年初回來 試一試大概 約九個多 十元邊這些位 我覺得有機會彈高些 才考慮走 會比較合適些 我覺得這招沒辦法 你繼續保持一保持 但是另一隻來講 就是九一四 你是二十七元多買的 現在有三十三元多 只是帳面上賺了五元 其實是一個超過兩成的利潤 其實挺不錯的 當然一樣 如果你以這一層賺得這麼好 或者這麼理想 定住指站位才是對的 你都問到一定會是對的 我覺得只要不穿指站位 可以保持它 可以保持它 可以放一放指揚 暫時指站位來計 就是擺放三十一元 短線跌穿三十一元左右 你才考慮食屋離場 如果不穿 反而上面來計 看一看這一層 可否破三十五元 如果可以的話 才再找高些位置 考慮食屋離場 好啊 最後我們接聽多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謝謝 好 好 好 電話旁邊是否有優小姐 是的 兩位主持早晨 早晨 早晨 有什麼股票想問的 我想請問兩隻股票 可能時間關係 我們問到一隻 優小姐 不好意思 問一隻好嗎 好啊 問399316木 之前問過Wafi 它叫不要買字 我想請問 現在挑戰到哪位買得呢 請兩位 好啊 優小姐想問落木 我想問一下Wafi的意見 嗯 我覺得不妨再等一等 當然你說今天來講 叫充高完五個月之後 現在到跌回30% 有少少短線叫見頂異味 但當然這隻股份 就很多時候 今天跌完明天升回 這個是難估計的 但我覺得就沒得太心急 變相初步來講 都以一條十天線一樣 四個六附近左右 做一個抹位 有機會去到這位 才買 我覺得都拿得比較舒服 然後中線短網 以五個半左右 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 只要不穿四元五十天線 我覺得問題不太大 好啊 謝謝Wafi你的分析 都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提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也沒有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待會再見